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有聚餐 也会和女儿 孙子享天伦之乐 生活清闲自在 不过许久未见她与香港富商老公行礼 同框 前段时间 林青霞的46亿豪宅失火 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大家纷纷对林青霞是否受伤提出了质疑 对此林青霞也是很快出来澄清 2022年8月21日 林青霞接受媒体采访晒出自己聚会的一些照片 吸引不少人的围观 因为这也是林青霞豪宅失火后的首次现身 网友们自然是比较担心林青霞的现状 并且不少网友们都在担心林青霞的损失 林青霞这一次举办宴会邀请的是自己的几位好友 几个人在下午茶后还一起合影留念 现场都是非富即贵 可见林青霞的朋友圈真的是很厉害 据悉失火后他最担心的东西 就是身边的这位男士金药机先生赠送的 当天林青霞身穿一席蛋白色的连体毛衣裙 短发显得十分干练得体 网友们都声称林青霞已经是瘦了不少 身形消瘦 看上去气质也是提升不少 网友们都点赞这样的林青霞真的是大明星 虽然67岁了 但是气质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好了 根据林青霞透露 自己在得知豪宅起火后并没有惊慌失措 是比较担心人员安全的 在得知人员都安全退出 大火熄灭之后 才开始询论自己最关心的东西 就是金药机先生送给林青霞的 枪尽酒 不过工人们告诉自己 大火没有蔓延到自己的书房 所以自己的那些字画 以及衣服之类的并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完好无损的 所以自己就放心了 林青霞对于豪宅起火之事并没有多谈 也并未透露损失 显然林青霞觉得已经过去了 并且那也不是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多殊无益 反倒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开起了玩笑 声称那处豪宅 就是自己当年拍摄东方不败的外景之地 所以也是拖了东方不败的福 水火不侵 不少网友们都表示 林青霞真的是很幽默 果然是年纪越大 活得越通透 对待深爱之物并没有那么在意了 如今只关心自己喜欢的书法字画等等 因为很多对于林青霞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绝技 林青霞退休之后非常喜欢游山滥水 喜欢书法字画 喜欢收藏 所以在林青霞的每一处豪宅里 都会给林青霞安排一个特别的书房 林青霞经常在书房里看书写作 并且会有等等 可以说书房就是林青霞待最久的地方 难怪林青霞的气质越来越好 不过林青霞近年来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 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小三 甚至还有了私生子 在2021年8月有网友透露 自己认识一个做项目的朋友 林青霞的老公捐了钱修族谱 他还把私生子带回去祭祖 当着村里人的面 丝毫不避讳 该消息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据了解 在2019年的时候 林青霞就与老公行礼 传出过离婚的消息 之后林青霞发文否认 称家庭非常幸福美满 12月还给老公举办了70岁大售 网上还传出林青霞与秦翰复合的消息 对方表示 这是谣言 太过离谱了 其实林青霞结婚后并没有生下儿子 而小三生下了私生子 行礼有大量财产得继承 因此为了名正言顺 林青霞才离婚 对于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之说 林青霞似乎显得特别淡定 近日还被拍到现身花店买花 身边还有保镖保护 看上去心情未受影响 但是这件事当事人不回应 却让爆料停不下来 最近就有八卦号爆料称 两人早就名存实亡 不过离婚的原因不是外界说的忍受不了出轨 相反还跟小三斗了很多年 这次离婚应该是被逼走 因为小三生下了私生子 南方想要立遗嘱分财产给儿子 为了名正言顺 只有跟原配离婚 而在林青霞被曝因小三介入 而离婚之后 许多网友又想起了当年他跟钱汉的那段感情 当年前汉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林青霞爱得痴缠 一度成为了小三 当年备受舆论指责和质疑 最后还远走美国避风头 与此同时 身为秦汉好朋友的秦祥林也爱着林青霞 当时他马上与妻子离婚 多次跑到美国追求林青霞 最后林青霞接受了秦祥林 秦祥林随后便向林青霞求婚 然而在订婚的前一晚 林青霞便后悔了 因为他的心里还装着秦汉 当时林青霞在电话里向媒体哭诉 最后两人还是订了婚 没过多久 林青霞宣布与秦祥林解除婚约 一年后 秦汉与妻子离婚 两人正式开始交往 因为林青霞和秦汉交往 秦祥林和秦汉也因此反目成仇 林青霞苦苦等了秦汉七年 最终秦汉都没有给林青霞一个名分 最后林青霞一气之下 嫁给了富商行李 行李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主席 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富商 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本人长相一般 甚至可以说有些丑 当时林青霞嫁给他的时候 很多人都表示唏嘘 不过林青霞有可能适合秦汉赌气 之后林青霞便为行李 生了两个女儿 老公外遇和私生子传闻平传 林青霞的态度永远保持不澄清 不关注 过好自己的生活 无论婚姻真相为何 还是希望他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更加离谱的是 网上还传出林青霞与秦汉复合的消息 秦汉早年前就已经恢复了单身 现在已经75岁的他 就算林青霞离婚 两人也不会复合 林青霞当年插足别人的婚姻成为小三 现如今自己的婚姻同样被别人插足 实在是打脸 林青霞在娱乐圈的地位不言而喻 而他的童年生活却过得并不如意 林青霞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家庭往事 林青霞有个失散多年的亲姐姐 两人分离了将近36年才得以相聚 而不同的是 林青霞早已是风光无限的影星 姐姐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 两人的人生境遇 瞬间让人觉得恍若隔世 又顿然觉得人生如梦 岁月如幻 1948年 林青霞父亲林维良和母亲 马莱英在青岛生下了大女儿林丽 在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 林维良夫妇不得不把林立暂时寄托在山东祖父祖母家里 林维良和马莱英则忍痛踏上了去往台湾的客轮 他们原本打算三个月后就会回来 可没想到世事难料 这一去就是39年的光景 祖父祖母年纪大 全部依靠叔叔林维云救济生活 所以林立从此也就跟随叔叔 婶婶一起讨生活 他们也就转变成了林立的养父养母 待她犹如亲生父母 叔叔家极其贫苦 林立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辛酸生活 此时的他们早已与远在台湾的哥哥家 失去了联系 后来林立成为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惊人介绍认识了她的丈夫钱申永 两人在农村简陋的茅草棚里 举办了一生的婚礼 林立从一个丢失亲生父母的孩子 成了一个有自己家庭的女子 当时林维良来到台湾后 一开始是一名军医 退役后 带着妻子相继做过门诊部 服装厂 还有饭妆和酒店等生意 转身成了一个商人 生活还算富足 并且又接连生下了儿子林成森 女儿林青霞和林立霞 他们哪知道 远在千里之外 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亲大姐 林青霞从小就一直以为 他们就只有兄妹三人 林青霞与大姐林立的命运 从小就天差地别 远在台湾的父母 虽然不知道大女儿的生活境遇 但整日相思牵挂 成名后的林青霞为了了却父母心愿 在山东拍戏时多次打听姐姐的下落 但遗憾的是 没有得偿所愿 但林青霞始终没有放弃 她后来在山东 安徽 东北 河南等地又多次托人帮忙寻找 小妹林立霞也一直挂念大姐 她在旧金山时 就曾寄了一本《明报》 周刊999期给父母 上面有篇文张教 深入河南访林青霞包姐 希望可以帮助父母找到大姐 功夫不负有心人 亲情最终还是战胜了时间和距离 1984年 林维良费尽周则终于联系到了 远在飞龙江生活的弟弟林维云 1987年的一天 林维良和妻子 终于在上海 与分别多年的大女儿林立见面 当时林立是凭着直觉 一眼就认出了亲生父母 而妹妹林青霞 当时已经大红大紫 所以那天没有露面 她被记者拍到 但有心的林青霞 给这个素未谋面的姐姐 送去了一个照相机当作礼物 而林立与妹妹林青霞的相认之路 也开始彻底被打开 林立与父母见完面后 便和妹妹林青霞经常引书信往来 而且林青霞给林立的每封信的结尾 都会写上直短情长 这让林立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 和妹妹对自己的深深思念 1990年 林青霞到长春拍戏时 与姐姐约好正式见面 于是林立与丈夫便特意坐车 去长春见妹妹林青霞 姐妹失散了36年 第一次相见 激动得相拥而弃 姐姐林立在长春待了一个星期左右 生活上全部是妹妹林青霞安排好 林青霞拍完戏 一有时间就会和秦翰一起去找姐姐林立和姐夫前身友 然后四个人一起游玩 拍照 逛街 姐姐林立穿着朴素简单 每一次出门 林青霞就会立马变成一个撒娇的小妹妹 一路挽着林立的胳膊 一直叫姐姐 林青霞那几天 兴奋地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姐姐身上 见到姐姐头发长了 就赶忙找来一位理发师给她修剪 还不停地在一旁给意见 这是姐妹二人有生以来最宝贵最快乐的一周 此后的日子里 林青霞经常会去探望姐姐 也会打电话 写信向她倾诉家里的情况 希望以此来增进姐妹之间血融与水的感情 姐姐林立有什么需求 妹妹林青霞都会毫无保留地去帮助 但林立从来没有问妹妹林青霞要过什么 始终没改变内心那份安逸与淳朴 知足常乐 是林立从苦难中悟出的人生治理 如今林立早已过上了安静平淡的退休生活 并没有因为妹妹是林青霞而改变什么 仍然住在一个只有50平米的旧房子里 房子里还是一些老家具 老物件 90年代下岗后 林立每月领着45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 生活上依旧极其节俭朴素 毫无疑问 她同妹妹林青霞活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后来林青霞移民美国 想着把姐姐夫妻俩也接过去 但因为亲政办不下来只能作罢 林立的生活过得挺幸福的 虽然不似妹妹那般大富大贵 但她和丈夫的感情一直要好 两人的三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 林立并不渴望大富大贵 一家人健康 快乐 平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她最想要的 总之人各有命 富贵在天 还是希望林青霞的晚年生活可以顺心如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